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学习小儿普外科 还是那句话,今天老师讲的所有内容都是你们所有专业都考的 所有专业都考的,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学 首先小儿普外科考哪些内容,大家看一下,就考这几个 对吧,一个是甲状腺囊肿管囊肿和漏 还有塞裂囊肿和漏 像这两个说实话考氏非常少,没有多少意义 但重点内容是善,常少蝶,蓝尾岩 这才是我们考的重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先天性的赶着管囊肿管囊肿 我们等一种重点几水于其中一次 左右三个数字三四五就行 首先小儿梖子管囊肿管囊肿 首先什么叫大那? 有管的囊种 对吧 你们看这就是舌管 甲状腺舌管什么意思 甲状腺跟舌中间有个管子 哎就这么寄 你管他是不是呢 甲状腺和舌中间有个管 完了怎么样啊 现在 里面形成囊种了 囊种里面装了什么 水 水如果破了就形成漏了 形成个漏管 明白了没有 形成个漏管 理解了没有 那么什么叫漏管 什么叫盲管 你看 这样叫痘道 痘道 这样叫漏管 什么意思 有两头 有两头开口的就叫漏 你看这个是从这边是往里面开口的 从这边往外面开口的 那这就要漏 明白了没有 如果他这个病 他就是一个囊种 就在这里 这地方堵住了 上面的水下不去 然后就形成一个囊种了 对吧 感染了破了 那手术切开 不就变成漏了吗 对吧 好 切开过以后 与外就相通了吧 就在这里打个洞 然后里面是不是也有与里面相通 所以里外相通了 两个口 所以这叫漏 这叫痘道 如果只有一个口就痘道 明白了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囊种是咋回事呢 就甲状线舌管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个管子 甲状线舌管 那么两端 在发育的构成中 两端是闭合了 两端闭合 那中间它没有完全退化 正常情况下你闭合过以后你退化 便没有完全退化 而且它还分辨了很多粘液 所以里面粘液越挤越多 越挤越多 排不出去 所以最终在我们的甲状线 它正好是什么 正好是甲状线的中间 就是我们的侠部 对吧 所以它会在什么 胸骨切肌以及颈中线 形成一个囊种 一般来说在中间比较多 所以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怎么产生就行了 至于这个 像里面的病理 很少考到 但是简单说一下 那么这个囊种 肉壁 肉壁是基地组织构成的 纤维基地组织构成 里面有少量的甲状线组织 但是没有淋巴 那么内皮内壁的话 是浮层上皮细胞构成的 里面有粘液 所以里面做的是粘液 好把浮层上皮画一下 内壁是浮层上皮画一下 考试的重点是这里 如果能出题的话 一定在这里出题 它表现是什么 是甲状线的正中部 颈部的正中部 中间颈部的正中间 然后有一个圆形 两到三公分的圆形的 表面光滑的 借鉴清楚的种物 就行了 把这画来重点 在甲状线的正中间 有一个圆形的 光滑的 借鉴清楚的 如果有一个 椭圆形或者非椭圆 不规则的 不光滑也不清楚 那就是癌症 甲状线的种类物 对吧 它是圆形的 对吧 然后光滑的 而且借鉴清楚的 这一看就是 不是囊肿就良性 反正是良性的对吧 感染的时候有红录是痛 不感染没有 就是一个包块 就是一个包块 所以这个你 只要出现 那就要甲状线囊肿 知道吧 所以这句话 发言话来重点 结果以后 它没有感染 囊肿里面液体是透明的粘液 感染了以后就变成了农液 这个直到下行了 反正重点是第一句话 这个诊断 那么鉴别诊断 鉴别皮亚囊肿和异围甲状线 那这个怎么鉴别 什么叫皮亚囊肿呢 皮亚囊肿相对来说比较表浅 它不能随着通液活动上下移动 为什么 因为它不属于甲状线的东西 知道吧 因为它 我们讲的这个 舌管囊肿它属于甲状线的 对吧 跟甲状线相连 所以它是能够随着通液活动上下移动的 而我们皮亚囊肿是没有的 还有甲状线 舌管囊肿是透明的粘液 没有感染的时候 透明的粘液 它是皮质样 囊内皮质样的东西 皮质样的东西 明白了吧这俩的区别 一个是吞烟能随着通液活动上下活动 一个是不能随着吞烟活动上下活动 明白了吗 那意味着甲状线 啥意思 甲状线跑到这里了 意味着甲状线 那么 那么意味着甲状线 你想想它也是甲状线 它是软软的 这个是囊性感 你知道吧 它是囊感囊肿 囊肿吗囊肿感吗 而且是圆的比较固定 对吧 它是比较固定的 它不好推走 对吧 我们可以做放肆核素 因为囊肿它跟甲状线设定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做甲状线放肆核素 一看就看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是它俩的区别 重点是诊断 这就是囊肿看到没有 一切开 就是水 这是动画 但是没放出来 好 治疗 治疗 它如果没有感染的时候 我们在两岁左右做手术 听到没有 两岁左右做手术 两岁左右孩子稍微安全一点 记住 如果没有感染之前 要做手术的话是两岁 如果感染的时候 那一定要在感染控制后 两到三个月以后才做 控制两三个月以后才做 不能上来就做 听明白没有 必须要感染控制 两到三个月以后才做 感染控制两三个月以后再做 这个非常重要 感染控制两三个月以后再做 为了防止复发 我们要把蛇骨体切掉 还有 我们分离再稍微深一点 漏拐要达到盲孔 以及全部的囊币要把它切掉 甚至全部的漏管 甚至尤其是甲端线舌骨以上的漏管 要把它完全切掉 好 重点与考试有关的就前面这两个 手术的时机 好吧 好 在这一块重点内容就是诊断 非常重要 就是正宗线上面有个两到三公分的圆形的总路 表面光滑 界限清楚 你给我记住这个就行了 感染的时候 感染前的话呢 这个要做两岁左右做手术 那么感染时呢 感染以后呢 两到三个月以后才能切 好 那么这就是重点 好吧 我们来看考试 说颈中线 颈中线 颈生蛇 活动 能生蛇 能够活动的总块是哪一个 你想 能吞咽活动 上下移动 吞咽跟蛇是带着的吧 所以跟甲章线也是人带着的吧 所以肯定是跟蛇和甲章线有关的呀 所以一定是蛇管的囊种 所以实在不行 你就看这两个字 蒙 也会蒙吧 实在不行就看这两个字 再看这个 五岁一个月前 颈上方有个包块 也然后 有个总块 一个月前 然后肿了 疼了 流浓了 破亏了 有少量的黄色液体流出来 所以大家我们刚刚想的 假装颈部的前方有个东西破了 那肯定是漏了吧 这什么引起的漏呢 假装颈正前方有个总块呢 是假装颈腫 对吧 漏了 这个题目都出来了 打你出来了 那也不提了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病 叫颈部的腮原性狼种 这两个病都是一样 狼种和漏都不是重点 首先颈部腮原性的狼种和漏 主要发生在哪里 是发生在颈这一侧 对吧 颈这一侧 首先我们要知道腮线在哪里 大家要知道腮线在耳朵旁边 对吧 腮线在耳朵旁边 所以它又把它称为 颈旁侧先天应的漏管 就是这个地方 前天中线 这个漏 你要知道 这不是漏啊 就是狼种和漏 那是假装颈舌管 那在这边呢 叫什么呢 叫颈旁侧先天应当中和漏管 对吧 记住前面的是什么 叫假装颈舌管 那种 侧面什么 叫颈部腮原性当中 知道吧 那么颈部腮原当中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第二腮裂 就这个 没有退化好 而导致的第二腮裂 这个指导一下 第二腮裂 这边是腮弓 第一腮裂 第二腮裂 后面是下面是腮弓 好我们来看病理 这个病理呢 它跟里面的内皮上皮细胞构成 有不同 啥意思呢 如果内皮细胞的成分 是零状上皮细胞 那里面装的 往往都是乳状的液体 或者是浑浊状的液体 它是一种零状上皮细胞 如果它是柱状呢 它是粘液粘稠的液体 感染了不用讲了吧 就变成浓性的了 这个就不用讲了 所以我想在这里 要给大家讲一下 假装颈舌管 它是负成的扁病上皮细胞 还记得吧 而我们这个是灵状上皮 这两个要注意一下 好 其他的不是重点 反正灵浓 灵魂 你就记住灵魂 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有灵魂吗 对吧 你身上只是躯体 最重要是灵魂 对吧 然后呢柱状 柱状 大家想一想 你捏一叶的仇 捏仇的东西 拉出来拉丝 是不是像柱状呀 所以捏一叶拉丝 仇 仇 仇柱 仇柱 对吧 仇仇的东西像柱状 灵魂 仇柱 好吧 灵魂仇柱 你就这么记 好 再往下看 引动表现 我们看三圆形当中啊 三圆形当中发生在小孩 十岁左右 他在胸锁乳足脊前 圆形 致软 不能移动 好 这几个词非常重要 看啊 在哪里 在胸锁乳足脊前 这个位置 侧面 刚刚讲尸管当中在哪 在前能动线上面 对吧 这个在胸锁乳足脊前 这两个不一样啊 软软的 能不能动 不能动 对吧 这个能不能动 能动 这个不能动 所以这个话呢 所以考试的时候只要说 颈部的一侧一个包块 一摸在哪 胸锁乳足脊前 行吗 这句话重点啊 必须掌握 这个必须掌握 然后漏管啥呢 就是有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有漏管了 就是有液体排出来 没有感染是透明的 有感染就是浓性的 这个谁都知道 对吧 有的时候出生就有 他的漏管往往在哪里啊 往往在下面一点 知道吧 在下面一点啊 漏管 然后呢 排出啊 排出也有排出液体啊 漏管上方的皮肤 我们提起漏口 那么可以摸到一个 调锁状的组织 所以把这个话来 重点 所以考试的时候看到 调锁状的组织 基本上都漏管 你看刚漏也是一样 又调锁状的对吧 因为他他相维化嘛 所以都是调锁状的 所以你就记住 只要是漏 只要是调锁状的东西 皮下什么什么调锁状的东西 都要想到是不是漏 你的脑子里面要这么想啊 好 对吧 凶锁状的组织前面有个包块 不能推动软的 你就要考虑啊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我再说一下啊 这那个啊 舌管当中是颈的颈前部 前顶弄线上面 对吧 然后发生一个圆形的包块 而且软的啊 鸡也清楚的 冷水的吞咽活动上要移动 他不是 他在颈部的一侧 胸锁如今的前面 对吧 是不能动的 质地比较软 提起下面的肉管 可以摸到上面的皮肤是挑手段的 这这几点给我记住啊 好 治疗 治疗的方法是手术 那没有什么好方法 都得给它弃掉啊 对吧 脑总给它切掉啊 所以往往在什么时候切呢 两岁以后切啊 两岁以后切啊 然后呢 书中要把要把要把 要把完整的肉管切掉 脑壁以及脑上级壁的肉管 全部给我切掉 这是为了防止复发 你都给我切掉啊 切的范围啊 切的范围大概知道就行了 好吧 反正两岁以后手术 刚刚讲那个两岁左右手术 对吧 两岁以后手术 反正这两个先天性的东西都两岁 好吧 都两岁 好 好朋友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复古鞋散以及看顿性散啊 这块内容呢我们讲在 埔外科 应该孔老师给大家讲过了 对吧 前面老师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他讲的比较细 在这里呢 儿科 没有什么特点 没有什么特点 其实在这里给大家过一遍行了 首先第一个 我们小儿科的善 一定要记住 最常见的是邪善 小孩邪善比较多 男孩多于女孩 这个非常重要 大概是十倍到二十倍比一 所以女孩比较少 对吧 那么 大概呢 是两岁左右的小孩比较多 尤其两岁以后容易发生看顿 看顿 那为什么男孩比女孩多呢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男孩 这里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服务馆是怎么形成的 是我们搞完下降 从肾脏那个位置下降过来 到了府腔 然后穿过了府腔里面 经过服务馆 然后到了阴囊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的散气这个地方 就是 后面修复的时候就有点薄弱 所以突破了这个地方 然后 小肠跟着出来了 到了阴囊里面 那么就引起了散气 所以 男孩更容易发生 主要原因是这个 知道吧 好 那什么是散呢 我想大家都清楚 我们回复 就是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老师讲的概念啊 散 它是有散环 散囊 散内容物和散背盖 这四部分构成的 还是有很多同学不知道 什么叫散环 什么叫散囊 散内容物散背盖 来 来来来来 我们拿一个气球过来 两个手抱住气球 这样抱住气球 放在我的胸前 两个手抱住气球啊 大家想一想啊 看好啊 我抱住这个气球的话 抱住这个气球的话 你们告诉我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散环 是不是 那叫散环吧 那么整个气 气囊的这个 囊壁呢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散囊 对吧 整个气球叫散囊 里面装的空气啥呀 散内容物 你的手盖在上面 那叫什么 散背盖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散气就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图画的特别好 对吧 你看 这就是散囊 散内容物 散环 外面的皮肤啊 皮下组织啊 散背盖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非常好 非常好 好 大家看一看这个超级 这个解剖 腹股管的解剖 我想 你们前面学的时候 老师都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 说实话 太复杂了啊 太复杂了啊 简单过一下啊 带你们还过一遍 那拿到隔开皮肤过以后 我们看到啊 这个皮下 这黄黄的叫皮下脂肪啊 皮下脂肪 然后这个白色的看到什么 你就看到腹外鞋剑膜 对吧 这第一层就腹外鞋剑膜 然后往里面啊 往里面这不是腹外鞋剑膜吗 你看我们呢 这是外环口 这里面叫内环口 对吧 这是腹外鞋剑膜 然后割开腹外鞋剑膜 我们看到什么 就是腹内鞋鸡 对吧 腹内鞋鸡 下面是腹钩钩忍带 好继续往里面割 那么看到腹内鞋鸡的工状原下缘了 看工状原下缘 对吧 然后再往里面割 看到腹横鸡了 也有工状原 对吧 这个就是 再往里面去就是腹痕筋膜 对吧 腹痕筋膜 腹痕筋膜最后再往里面去就是腹膜了 对吧 到了腹墙里面去了 所以就是这几层 就是这几层 对吧 那我们把它简化一下 你就会发现 它总共是两臂四口 两臂四个口 上面两块膜 前后两块膜 上臂两块肌 下臂两肌肉 两忍带 前后两块膜 什么意思 就是前后 这个字没有显示出来 前后两块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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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是什么 前面是腹外斜肌建模 对吧 前臂腹外斜肌建模 后面呢 两块膜 腹痕筋模 对吧 上面两块肌 上面两块肌 是腹内斜肌腹痕 下面两忍带 下臂是腹钩忍带 和这个这个叫什么腔系人带 对吧 上面两块肌 下面两人就搞定了 内环口 再加个内环外环 是不是啊 这个内容呢 我想前面的老师 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我们的小肠 经过腹购物馆 就这样下来了 到了我们的音囊里面去 形成了散气 对吧 大家来看一看啊 朋友们 那这一层就是什么 这一层就是啊 就是腹外斜肌的建模 对吧 腹内斜肌腹痕肌 弓状元 什么叫弓状元 这叫弓状元 那下缘形成个弓状 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 啊 膳囊就从这里面出来了 对不对啊 再往里面去呢 腹痕筋膜 然后腹膜 就这几层 对吧 12345 如果加外面的皮肤和皮下组织 就六七层 对吧啊 然后呢 再简单一点就是三层 把肌肉算一层的话 把皮下组织不算的话 那你看就三层 是吧 前面的一层是腹外一件模 腹内斜肌腹痕肌 工状元下缘 腹痕筋膜 和腹膜 对吧 所以就这么简单啊 这个其实这个解剖是个立体结构 看来比较简单的 好了 这个呢 什么金锁在哪 这个在哪 都在普外科考 在我这里不考 为啥 因为在普外科的话 你要画图 啊画图 什么画图呢 就你得知道啊 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画一下啊 啊画个两分钟啊 回顾一下知识吧 图外科也考 我们这里也考 对吧 读期啊读期 上面是简图啊 下面是腹部沟 对吧 腹部沟啊 这是腹部忍带 好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的 我们要知道呢 就是这边的呃 这边呢就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 我们的腹直肌 对吧 腹直肌啊 腹直肌腹直肌 好 这边就腹直肌外侧原 是不是啊 这叫外侧原啊 腹直肌外侧原 然后呢下面就是一个忍带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忍带啊 腹钩忍带 对吧 腹钩忍带啊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动脉啊 这叫腹壁下动脉 腹壁下动脉 然后 来这个叫红色的啊 叫腹壁下动脉 对吧 然后黑色叫什么呀 黑色叫什么 黑色叫 黑色叫 腹骨钩忍带 对吧 然后这边的员呢 叫什么 这边叫什么呀 哎 这边叫腹直肌外侧原 复制机外侧原 对吧 好 这个三角构成叫什么三角呢 来 叫直扇三角 所以在这里面的扇叫直扇吧 那在外面的扇呢 顾名思义就叫什么扇 斜扇 对吧 好 考试为考你 哎 斜扇的三长颈在腹壁下动脉的哪一侧 你看这边是内 那这边就是外吧 所以腹壁下动脉 就是斜扇的三长颈在腹壁下动脉的外侧 看到了吧 直扇呢 三长颈在腹壁下动脉的内侧 对不对 那我要反过来考你啊 腹壁下动脉在斜扇三长颈的内侧 腹壁下动脉在直扇三长颈的外侧 对不对 一下就搞定了 对不对 这个是在浦爱科老师大家讲的 我们在这里就想给大家细讲了 那在这个呢 就是这就金锁 我们的扇囊是这样出来了 所以扇囊在金锁的斜扇的扇囊到阴囊里面 在扇囊的什么 在金锁的什么 前方 直扇的扇囊呢 在金锁的后方 是不是 这个就是在浦爱科 详细讲了 我们在这里不讲了 好了 那么他 散气发生的原因 其实跟前面讲老师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就很简单 第一是 腹壁的强度怎么样 下降了 腹壁的强度下降了 对吧 腹内压怎么样 增高了 腹内压增高了 就这两个原因 一个人腹壁的强度下降 一个人腹内压增高 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好 并礼 并礼上面讲啊 我们要记住右侧比较多 李特老师为什么右侧比较多 因为右侧的搞完下降比左侧比较晚 所以再加上腹内压增高 基本上就出来了 所以记住啊 如果考试问你 哪一侧多 右侧 无论是大人小孩 都是右侧啊 右侧 好 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散气啊 我们先用一点简单的来讲啊 就是通俗的语言 来把这个散气描述一下啊 什么叫异福音散 异福音散就是 它突出来了 到了搞完里面 你拿手一塞就容易进去了 那么这叫异福音散 对吧 什么叫异福音散呢 异福音散呢 就是 哎塞进去又出来了 很难塞进去 但最后还容易塞进去 这样叫异福音散 也能塞进去 对吧 很难啊 但是也能 叫异福音散 什么叫异福音散 就是 就是内容卡住了 卡住了 对吧 卡住了 塞不进去了 这叫异福音散 那么什么叫脚载性散呢 脚载性不仅卡住了 而且卡死了 而且血运也障碍了 对吧 所以这叫 叫脚载性散 最容易发生残管坏死的 就是脚载性散 对吧 它是发生梗阻的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异福音散 异福音散 最常见的 这个内容物是什么 异福音散 异福音散 异福音散最常见的内容物 就是小肠 很容易塞进去了 小肠 小肠叫异福音散 对吧 那么异福音散 塞了半天塞进去 那么自己建于什么 内容物建于大网膜 大网膜 这要掌握 好 哪些情况容易发生异福音散呢 哪些情况容易发生异福音散呢 大家注意啊 哪些容易发生异福音散呢 对吧 我们刚刚讲了啊 容易异福音散 最常见内容物是小肠 凌床是最常见的啊 那么异福音散最常见的原因是大网膜 内容物是大网膜 对吧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也容易发生异福音散 哪些呢 记住 只要考题里说是盲肠 乙壮结肠 是膀胱 只要跟这几个词有关的 它都叫滑动一散 滑动一散 它是善囊必滑下去了 耶稣有什么散啊 南福音散 就行啊 这几点过记住啊 好 那么我们来提一下刊登一散 刊登一散 刊登一散里面啊 就是内容物被卡住了 但是这里面有两种特殊情况 一个叫litter 一个叫rich litter litter一散什么 是卡住的是小肠七十 啊 啊 ritcher一散呢 就是部分场馆啊 藏西魔对侧的部分场馆被卡住了 啊 litter一散呢 卡住的是小肠七十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 那么 旋律障碍的 发生场馆坏死的 就交载一散就行了 这几点给我记住啊 重点 好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个特殊情况 第一个特殊情况 richer richer我们刚刚讲了啊 是部分场馆被卡住了 只有一部分场馆被卡住了 来我们看看什么叫部分 对吧 啊 这几个这是这是一复兴啊 南复兴对吧 来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 一部分场馆被卡住了 像这样的一部分场馆被卡住了 这个叫什么 叫richer 啊richer 啊richer 对吧 啊被卡住的那个东西是小肠的七十 哎正好是小肠七十 哎这个人还很有意思 他有小肠七十 所以这个叫litter知道吧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啊 首先你得有小肠七十 而且你还得卡住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啊 非常少见的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啊 叫richer和litter 啊 这两个记住啊 终点啊终点啊终点 好 我们来看看考题 说右侧复够斜散 书中发现散囊币的一部分是什么构成的呀 盲肠构成的 这个时候整端为什么 对盲肠滑动 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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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动就叫什么 男腹 但如果当然有 华动选男腹 华动没有男 华动选男腹 听懂没有啊 啊 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叫盲肠 疑状结肠 膀胱这几个词啊 对吧 我说啊 如果这个部分啊 这个小肠卡住了 但是没有发生完结肠根组 就是一部分的什么 一部分的 一部分的小肠被卡进去了 只是这部分小肠被卡进去了 那这个叫什么 一部分的肠管被卡进去了 这叫rich 啊 被卡进去的小肠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叫叫什么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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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小肠的 气势 那叫什么 叫liter 对吧 被卡进去的小肠气势叫liter 是吧 塞不进去叫难腹 对吧 能塞进去叫易腹 是吧 所以这几点只要记住就行了啊 最容易发生肠坏死的 啊内容坏死的 啊这个不用讲了吧 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 最容易发生坏死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啊 脚踩心的对吧 脚踩心的肠管都坏死 血因都障碍了 对吧 好 诊断 诊断不难啊 出生一下来啊 这个 复苟 或者是这个阴囊里面 有一个可负性包块 注意啊他会告诉你 可负性包块 有人问我老师 什么叫可负性 就是可以塞回去叫可负性 可负性包块 可负性包块 在哭闹的时候加大 平卧时消失 这个不就是平卧的时候回到虎牆里面吗 站的时候哭闹的时候怎么样啊 就加大了 而且透光实验阴性 哎 透光实验阴性 对吧 那顾名思义 老师透光实验阳性是什么 阳性是散气啊 阴性就是 阳性是极业啊 窍磨极业啊 I'm sorry 窍磨极业啊 就是有水 对吧 就是有水 突光实验阳性 阴性 就这个啊 再说一遍啊 一个婴儿 或者婴儿生下来以后 可负性包块 哭的时候变大 啊 这个安静的时候 躺着的时候变好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突光实验阴性 就是这个 对吧 啊 那看他看不看顿呢 我怎么知道他是看顿性的呢 看顿性要做手术的啊 看顿是这样子 如果哎 总统以后啊 疼得不得了 也不能塞 不让你塞 摸都硬了 一摸疼 这几个词 就代表是交代性的 干净做手术 对吧 手术 啊 对吧 或者虽然一个血性的液体 从大便里流出来 这也算啊 所以这几个话来啊 不能回那 疼痛 只硬 硬 触痛 不让摸 这几个字代表什么 代表 看顿了 看顿了 赶紧处理 可能需要手术 如果能回那 就回那 回那不了手术 这个说明什么 这个说明卡住了 很快就容易发生 参观坏事 啊 好下面我们来给大家讲讲 鉴别诊断 同学们 鉴别诊断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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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其实很简单 啊很简单 鉴别诊断这里 同学们 首先 只要的音量有总块 你记住啊 有几个点要鉴别的啊 我们看到脱光实验 脱光实验阳性一定是散气 啊 不是讲错了 阳性一定是基业 你就记住一个原则 我经常搞错 记住啊 只要是脱光实验阳性 说没有水 对吧 啊脱光实验阳性 啊就是你一照这边亮 就要脱光实验阳性啊 只要脱光实验阴性 那就不是敲光实验 不是碎 那就是这种情况啊 拿手摸软的散气 硬的斜散 疼的副高烟 但是对我们这里来说 就很简单 就烤一个斜散 因为我们其他都不烤 明白了吧 所以你实在不会 你就选斜散 问题不大 资料 不管是什么散 都要做高位结扎 所谓的高位结扎是什么 就是看到抚膜外脂肪那里 给我扎住 啊扎住 扎住过以后 那么对小儿的散啊 一般来说 我们不做什么 不做修补 能听懂吗 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治 来听好了啊 小儿散跟趁儿子散不一样啊 首先看年龄 通过年龄来讲 小雨一岁的啊 小雨一岁的不治疗 记住啊 小雨一岁的散不治疗 小雨一岁的散气不治疗 这是第一点 小雨一岁不治疗 啊一岁的散气不治疗 第二 小雨两岁的散气 这时候我们只做高位结扎 大雨一岁的啊 讲出了啊 大雨一岁的 小雨一岁的不治疗 然后大雨一岁的 大雨一岁 大雨一岁以受可以治疗 就是手术 什么手术呢 只做高位结扎 紧高位结扎 就是儿童手术 只做高位结扎 不做什么 不修补 不做修补 只做结扎 不做修补 听明白没有 只做高位结扎 不做修补数 啊 只做高位结扎 不做修补 明白了吧 只做高位结扎 不做修补数 所以为什么不做修补啊 因为修补啊 因为修补啊 小孩小 他自己长长就会长好 你要修补干嘛 这一点 第二点你看我们整个治疗里面 非常好 不像成普普外那块 一回是福根森 一回是麦克威对吧 那个你要看不懂 反而还麻烦 那这个很简单啊 不修补啊 不修补 对吧 好 原则上是这样的啊 那么急诊手术啊 如果说他看症了 我们赶紧手术 在12时之内 我们先保守 看四肢手法复位 如果 12时以上 而且局部有红肿脏痛发烧了 那基本上就要考虑手术了 那么做手术怎么做 来 你好 你好 如果我们做手术啊 切开过以后 看着肠管是有活力的 什么有活力的啊 就是肠还有肠蠕动呢 肠管的颜色是粉红色啊 跟正常的肠管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塞回去就行了 还那回去就行了 对吧 那么如果说啊 一看哎呀都黑了 我的妈呀这都黑了 对吧 那这个情况都黑了 那么这时候肯定是要切了吧 怎么看 要看到全身情况 如果小孩的全身情况是好的 直接把它切掉 断端吻合 两端 因为小长的比较长嘛 中间吻合一下就行了 懂了吧 好 那么如果全身情况差了 他又不能就做断端吻合 你做了可能会加重损害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造漏 造漏 在外面造个漏就行了 等他情况好了以后再回去手术 明白了吧 先造漏 先解决问题 听明白没有 我再说一遍啊 如果打开 看动影扇 打开过以后 就是对看动影扇 打开过以后 我们先看他 有没有活力 有活力塞进去 把它做一个高位积大就行了 如果说啊 看动过以后 藏管又坏死了 对吧 失去了活力 对吧 藏管就黑黑了 那这个也不蠕动了 对吧 藏性膜也不跳动了 那这个就要藏管死掉了 这时候看全身情况好不好 好 断端吻合 切掉 不好 找漏 找漏过以后二期再做手术 明白了吧 好 我们来看考题 说小阿复钩协散啊 发病的相关因素是什么 啊 小阿复钩协散相关因素 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讲 你看啊 出生以后啊 这个抚摸 翘 未必 啊 复钩解剖 薄弱 哭闹的时候 然后 然后扶内压增加 对不对 啊 所以 这都是的 单选题的话 这上面都选 对吧 一个是薄弱 一个是内压增加 还有一个小孩呢 多躺着躺着的话呢 这个宽部区区 也会导致这个技术松弛啊 你看到是单选题 这两个答案都能都有的话呢 就选 以上都是嘛 现在哪个不符合小阿复钩协散特点 哪个不符合啊 等一下先看一下 哪个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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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不符合啊 答案应该是 C 啊 不符合 不符合 其他都符合 啊 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一岁以内的小孩 尤其是六个月以内的小孩 他可以自己愈合 啊 自己愈合 所以一般来说不做手术啊 一岁以内 啊 所以六个月以上 而且越大 其实这个最好是一岁啊 最好是下个月以上 嗯 越大 他的治愈的机会就越低了啊 好 喜欢发病率最高的善 这不用讲了吧 一定是斜善 对吧 一定是斜善 啊 斜善 那么 有这两个答案啊 是左侧还是右侧呀 啊 我们说搞完 右侧的搞完下降比较晚 所以一定在右侧 对吧 啊 好 好 同学们下面我们来学习长套叠 那么长套叠呢分为两种 一种叫急性长套叠 一种叫慢性长套叠 对吧 那急性长套叠 那首先什么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长套叠 长套叠是一个场馆套到另一个场馆里面去了 我们就把它称为长套叠 对吧 它是婴儿时期最常见的肌肤症 所以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试问你婴儿时期最常见的肌肤症是什么 你要记住啊 就选长套叠 啊 一个场馆套到另一个场馆里去了 好 那么后发有多大的小孩呢 两岁以下的小孩啊 婴儿 尤其是四个月到十四个月到十个月的时候 这个小孩最多见了 那么男孩比女孩多 所以男孩啊 那么春秋季发比率高 啊 春秋两个季节挺好啊 是春秋两个季节 而不是春夏也不是夏秋啊 那么原发性的占95%就是原因不明也没有气阵病变啊 那么激发性的呢 激发性占多少呢 激发性占百分之百分之五非常少 对吧 所以还是原发性比较多 什么原发性的原因不是很明确对吧 激发性的就是有原引起的有气阵疾病引起的 比如说有肿瘤有息肉有衣物等等 对吧 知道下行 好病理 病理类型里面有 这么多型啊 大概有你算一下啊 大概有六型 但是这六型里面考试你就记住一个就行了 记住老大 所以回盲型 所以最常见的就这种 在整个长道节里面最常见的 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啊 最多见 那么还有回节型 回回型 小长型 节长型 还有多发型 那这啥意思 简单给大家讲一下啊 回盲型就是回长套到盲长里 回节型什么回长套到节长里 知道了 那么回回型就回长套到回长里 就是这个意思 小长型就小长套到小长里 这个后面几个都比较少见的啊 你就记住第一个回盲型就这种 你看到这种 啊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对吧 好 套进去过以后呢 我们要了解几个异性术语啊 了解一下啊 什么叫啊 叫啊 叫这个 套叫叫套跌步 跌跌步 跌跌步 啊 它往往都是顺行性的 所以都是近端套入远端 对吧 你看近端套入远端啊 近端就近行端套入远端 就这种 就是顺行性的比较多啊 逆行性就反过来 从远端套到近端 这样比较少见 就是这样的比较多 因为操入都是这样的嘛 把它塞进去了 对吧 那什么叫跌跌步啊 跌跌步就这一段 啊 在外面这一层叫跌跌步 里面那一层叫什么 叫套入步 里面那一层叫套入步 对吧 那么被套入的近端叫什么 这叫近行端 近端啊 叫套紧步 那远端呢 头部 啊 大概知道几个术语性啊 不要背着啊 知道就行了 但是回忙回忙行最常念 你要记住啊 这个回考 啊这就接触 叫回回行 回常套回常 结结行 结常套结常 对吧 啊 这是回忙行 就刚刚你看到这个 对吧啊 这是回结行啊 好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临床表现 那临床表现的话呢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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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靠蝶 小孩长靠蝶 小孩长靠蝶 到底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几个临床表现啊 第一个 第一个 主要是婴儿比较多啊 婴儿比较多 所以小孩长靠蝶 上来肚子疼 肌病特别急 急重啊 那么最早期的表现就是呕吐 呕吐比较早啊 然后肚子疼 肚子疼 那肚疼完以后还有个什么 便血 这个便血是非常重要的症状 它好像是在浮痛和呕吐以后 先吐 然后痛 或者是先痛后吐 对吧 然后大便有血 大便成什么样 果酱样 这是重点 所以只要看到果酱大便 直接秒杀了 另外一点 还有一个体征是秒杀的 就是在小孩右侧的上腹股肝下 可以摸到一个腊肠样的肚块 近身秒杀词 也就是说 考试的时候 大家有记住几个词啊 小孩 吐 痛 血便 腊肠 这几个词 这就是能够诊断的啊 这就是肠道结啊 小孩肠道结 所以在临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特点啊 临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些特点 那么因为小孩肠道结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一旦发现你赶紧需要治疗的啊 需要治疗的啊 非常重严重的一个肌腹症啊 所以我们需要处理的啊 这几点过去说啊 儿童都是慢性的啊 儿童都是慢性的啊 大家可以不管他啊 因为慢性的考虑也比较少 对吧 也比较少见啊 好 好 朋友们 我们诊断长套结有四个最主要症状 大家必须掌握啊 就刚刚总结的啊 第一个 症发现腹痛 这个腹痛是一阵一阵的 所以叫症发现腹痛 第二个就是吐 一个是痛 一个是吐 呕吐 然后腹痛和呕吐以后出现什么 血便 什么血便 我们刚刚讲了 是果酱一样大便 大家吃过果酱吗 对吧 啊 草莓那种草莓酱对吧 果酱大便 然后还有一个秒杀词就是啊 腹部摸到一个什么 在右下腹或者是肝下面 可以摸到一个腊肠样肿块 这就是秒杀词了 记住啊 腹痛 呕吐 血便 果酱大便以及腊肠肿块 诊断鼻钞就可以确诊了 啊 那么另外一种还有就是 就是一个叫空气灌肠 那么空气灌肠不仅能够确诊 而且他能够对治疗具有一定的价值 明白了吧 所以空气灌肠啊 所以考试如果考大家说对诊断和治疗 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的 你要考虑哪一个 哎我们要考虑空气灌肠 明白了没有啊 空气灌肠啊 空气灌肠 这个大家注意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空气灌肠 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看 对吧 你是不是能感觉到有一种同心圆的感觉 对吧 啊空气灌肠 对吧 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笔钞 显示啊 同心圆啊 对吧 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空气灌肠的真相 那空气灌肠的话呢 主要表现为什么 主要表现为巨大的缺损啊 啊巨大的缺损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背口状的 背口影 啊背口影啊 这个这个位置 对吧 啊 这是背口状啊 背口影 啊 软主子影对吧 或者是前状影 球状影 这个就属于球状影 对吧 啊 就是 这是一个特点啊 这是一个特点啊 把它画出来啊 那么B超显示什么 刚刚讲过啊 同心圆啊 同心圆啊 同心圆 B超在这里啊 大家注意一下 它往往是显示有同心圆 啊你看 这样 对吧 啊 好 就是 那如何鉴别呢 对吧 我如何鉴别啊 啊 鉴别它是这个 呃 怎么鉴别 呃 这个 我们怎么鉴别 这个 刚刚讲的啊 长套叠呢 啊 首先我们来鉴别它啊 第一个 鉴别长套叠的就是菌利 就是菌利的话 它跟长套叠不一样啊 它的特点是浮痛浮泻 里肌厚重 粘液浓血 对吧 浮痛浮泻 里肌厚重 粘液浓血 啊就是不一样 它也没有包块 是不是啊 长套叠有包块啊 而且是骑的 那么怎么鉴别毁虫呢 哎 毁虫有没有包块 有 毁虫有包块 但毁虫的包块 不再右下腹 也不再肝脏一下 它是在腹中部 肚臍 齐州 附近 而且你拿手摸的是一种 调锁装的东西 是调锁装的包块 那是腊肠要包块 要么是 那第三个过敏子垫 过敏子垫 有浮痛 啊有浮痛 对吧 也有皮肤粘膜子垫 而且皮肤粘膜会有子垫 啊我们刚刚讲的 没有它也没有副包块 对吧 没有 还有个就是什么 啊 直肠脱垂 直肠脱垂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常年膜啊 一直延续到肛肉的皮肤 啊所以啊 这几个非常好鉴别啊 还是好鉴别的啊 通过我们前面讲的 急性的浮痛 对吧啊 急性的浮痛 啊急性的浮痛 然后呢果酱大便啊 腊肠 基本上都能诊断啊 治疗的话啊 治疗的话 我们讲它的治疗的话呢 都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手术 一种是非手术啊 两种方式 一种手术一种非手术 那么啊 非手术目前来说 我国啊 非手术治疗有三种 一种是背脊灌肠 一种是空气灌肠 一种是鼻超下 鼻超结实下水压灌肠 这啥都行 这啥都行 再说一遍啊 背脊灌肠 背脊灌肠 对吧 那我再说一遍啊 听好了啊 仔细听好啊 挺好啊 仔细听好啊 我们讲肠套底的治疗 分为两种治疗 分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 啊 肠套底的治疗分为两种治疗 一种叫非手术 一种手术 啊 非手术治疗里面有三种 第一种叫背脊灌肠 第二种叫空气灌肠 第三种叫鼻超下水压抚慰 这三种挺好啊 考试考哪个都行 无论哪个都对啊 但是如果考试问你最常见 那我国最常见的都是空气灌肠 这是最常见的啊 不仅能够诊断 而且都是治疗 所以这是目前最常见的 大家把它记住 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啊 那么空气灌肠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失音症 啊 还有一些禁忌症 失音症是什么 一定要记住 整个病程在48小时之内 我们才能做空气灌肠 听懂没有 而且全身情况得好 你全身情况差 小孩来都休克了 那这个时候对不起不能做 对吧 像错过48小时 有抚摩测试症 有严重的藏机器 然后呢 这个藏管的空气的时候加压 效果加压到10 加压到13 13.3 效果还不好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 不要做了 听懂没有 就不要做了 就有禁忌症了啊 所以这要记住啊 这重点啊 经常会考 我经常会考大家 什么是这个 什么是这个空气灌肠的禁忌症 什么是空气灌肠的适应症 大伙必须要掌握啊 必须要掌握 终点啊 终点啊 好 那么 你凭什么说他复卫成功了呢 凭什么说复卫成功了呢 对吧 空气灌肠的复卫率啊 可以达到90%以上 凭什么说 空气灌肠的复卫率 复卫好了呢 我们说 复卫好了 他有几个特点啊 空气灌肠复卫好了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 啊就是排出大量的臭气 啊 孩子也不哭了 啊 摸包块也没有了 啊 然后 最重要最重要啊 考试重点出来了啊 知识点在这里 啊 前面都是症状消失 包块没有了啊 也排大便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也不哭了 最重要的看他有没有好 看这里 探计实验 朋友们 探计实验 对吧 探计实验什么意思 口服活性单 口服探末 在六到八二十以后 从肛门排出来 好 这就行了 活六二十以后 灌肠液里面有黑色的 这就说明好了 所以记住啊 重点 探计实验 说明好了 啊 那么 我们刚刚讲了 空气灌肠也有好 也有不好吧 那他的不好在哪里 他不好 容易发生 常穿孔 这个要注意 啊 常穿孔 对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其他的不说了啊 其他的没什么重点 这块内容重点啊 其他的我不要大火气 好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晚期病发的 手术治疗 啊 就是刚刚讲完空气灌肠了 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 什么水压的就不好了 理论上是不好了 但有的时候也会急 啊 那么再往下的话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话 就是晚期的严重的 保守治疗无效的 这种情况 我们得手术治疗 对吧 手术治疗的话呢 一定输钱啊 纠正水电 这是凭乏乱 输血 输血给养 对吧等等等等 对吧 这个咱可以不管他 手术中啊 手术中啊 手术中 对吧 如果说啊 场馆没有坏死的 我们可以干嘛呢 拿手挤 拿手挤 几个的手法 几下复位就行 啊 如果蓝尾有扎伤的 这时候就直接要把蓝尾切掉 知道吧 蓝尾切掉 因为那个地方 靠近蓝尾啊 那场馆已经坏死了 注意啊 场馆已经坏死了 已经坏死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就切除了 对吧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吧 这个也不难啊 知道才行 你看他没有坏死 我挤一下 有坏死了 就把它切掉呗 就这个特点 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啊 这就是小肠 所以小肠的话 最容易发生 慢性长套蝶的话呢 一般来说这个 烤蝶比较少 了解一下 行了啊 它只超过两周以上 或者几个月以上 那就是慢性的 那都是大孩子比较多啊 也是原发性的比较多 对吧 啊 就是可以有原发性的啊 但是激发性的叫多啊 激发性的叫多 这个知道就行了 啊 那么他临障表现呢 也有腹痛 但是不是正发性腹痛了啊 是隐痛脚痛间歇性的 把它画一下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啊 隐痛啊 间歇性的 对吧 啊 那么浮胀也不明显啊 呃 也能摸脚痛的时候 也能摸到包块 这个我们要考虑 这个人是不是慢性的了 那么长套蝶 那被这个 慢性的长套蝶做背剂 就可以去诊了 可以看到 背口状啊 前状 或者橢圆形的 这些啊 就可以了 他的治疗王德里手术啊 因为你 他我刚刚说了 他的激发性比较多 激发性比较多的话呢 要把它切掉啊 要把它切掉 急性的原发性多啊 慢性的还是激发性比较多 好 我们来看考题啊 对长套蝶下列哪项 不应该采取的非手术资料啊 哪一个 我们刚讲啊 4820之内 全情况好 可以用非手术资料 空气慣常 对吧 超过4820 有全身症状 就不能了 而且还要注意没有负胀 对吧 负胀是不行的 对吧 啊 像这种严重的机器 对吧 这不是胀了吗 胀气了吧 谁就要做手术了啊 不能做非手术资料了 啊 好了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蓝尾炎 蓝尾炎 这个蓝尾炎的话呢 它是我们儿科 也比较常见的一个肌肤症啊 那么发生在任何年龄 啊任何年龄 对吧 婴儿相对来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婴儿啊 虽然少物诊率比较高 穿孔率比较高 病发症比较多 所以叫三高一少 哪三高呢 物诊率高 穿孔率高 病发症高 少 就是发病率比较少 对吧 这就是蓝尾 大家都知道啊 蓝尾小蓝尾对吧 这个小孩子的蓝尾啊 如果能不切就不切 跟成人不一样 这个等一下再提啊 等一下再提 好我们来看这里 蓝尾的特点啊 那么这个蓝尾啊 在成人上面啊 成人啊 成人蓝尾 它其实就没有什么功能了 实际上成人蓝尾也上来就切了 而小孩的蓝尾就不一样了啊 小孩的蓝尾的话呢 它有一定的淋巴功能啊 就是免疫功能啊 所以成人的蓝尾跟小孩蓝尾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啊 要知道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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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病理啊 解剖生理啊 解剖生理 那它的解剖生理有什么特点呢 对吧解剖生理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啊 那么小孩的蓝尾呢 成漏斗状啊 肌底部较宽 所以是不易耿足的 所以如果考试问你 婴幼儿的蓝尾容易耿足 这是对不对的 不对的啊 婴幼儿的蓝尾是漏斗的 是漏斗状的 叫肌底部比较宽 所以它不容易耿足 明白了吧 那哪一个蓝尾容易耿足呢 学龄期的儿童 成管状 这种叫管状 管状容易耿足 对吧 而且粪便进去了以后也出不来 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啊 所以学龄期儿童容易跟住 还有 那么它的解剖特点呢 这个蓝尾的解剖特点啊 这个蓝尾动脉啊 它是一种中摸的分支血管 所以它容易干成什么 容易发生血栓 所以导致蓝尾的坏死 所以这个要记住啊 所以蓝尾动脉是一个什么动脉 所以考试问你 问你说蓝尾这个小蓝尾炎 蓝尾炎为什么会发生坏死 你要知道蓝尾动脉是一个分支动脉 就行了 这个小儿的蓝尾大网膜有比较短 你知道吗 所以它很容易 就是我们知道大网膜是干嘛 大网膜里面有很多免疫细胞 一旦我们浮相里有炎症 大网膜伸过去把那个东西包住 然后免疫细胞去杀杀杀 对不对 而我们的小孩的大网膜比较短啊 对不对 比较短啊 比较短的话 都很难去包到那一块 够不着 好 所以小孩蓝尾炎容易 容易发生炎症穿孔到整个腹墙 到整个腹墙 对吧 到整个腹墙 啊 好了 另外一点呢 小孩蓝尾炎呢 也会怎么样 蓝尾静脉也通过长细膜静脉 最后到门静脉 门静脉到肝 所以会累积什么 化门静脉炎 对吧 所以一旦出现蓝尾炎出现黄胆的时候 就代表门静脉炎了 好 这些几点呢 作为病理解剖 大家要知道一下啊 再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蓝尾炎的病理解剖 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点 我们要大家掌握的啊 蓝尾炎的动脉 蓝尾动脉是一个中摸动脉 中摸分支 所以最容易发生血栓 容易发生蓝尾坏死 如果问你蓝尾坏死 这主要原因什么 蓝尾的动脉是中摸中摸 那么蓝尾 小孩的蓝尾炎为什么容易穿孔呢 啊 因为小孩的蓝尾炎 小孩的蓝尾啊 小孩的大网膜比较短 对吧啊 就是当发生炎症的时候够不着 对吧 所以炎症很难局限 所以一旦穿孔就到了这个圈腹圈 那么小孩的蓝尾炎的话呢 也会通过炎症细胞 也会通过这个啊 长静脉 长细膜静 到了门静脉 对吧 引起门静脉炎啊 会引起黄胆啊 所以一旦小孩蓝尾炎出现了黄胆 我们要考虑这个人是否化生了 化弄性门静脉炎 这个要注意一下 来给大家画一张图 你就清楚啊 大家画一张图 我想大家都清楚了 对吧 画一张图我想你们就清楚了啊 对吧 呃 画一张什么样的图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肝脏吧 这是肝脏吧 就是左右肝管 肝肿管 胆囊管 肝肿管 对吧 然后这就是肝脏 对吧 那最终呢我们讲我们的蓝尾啊蓝尾啊 这肝脏啊这肝脏啊这边是肝的门静脉 很粗的啊 很粗的啊 相当粗的 门静脉入肝的 75%的血液都是他给的 然后这边分出来一个什么 脾筋脉 这边就是肝脏 肝脏 肝脏 然后最下蓝尾蓝尾的动脉也是组织里给的吧 蓝尾炎症发生了 哎 就是谁在舱兹膜哎 大家的炎症就到了门静脉 醒起门静脉眼 明白了吧 啊这就是这个特点啊 好细菌 希望蓝尾炎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主要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是蓝尾腔的梗阻 其次是病院锦入侵 这两个因素啊 两个因素啊 蓝尾腔的梗阻和病院却入侵 合二为一 就会导致蓝尾炎 这个话呢重点 然后细菌是什么细菌,有很多细菌,但最常见的是大肠杆菌,这个是重点 但是大多的都混合盖然,把它画一下,这要掌握的 那么小阿兰尾炎的话呢,他的这个定理说要写了四种,其实写了三种,其实有四种 那么就是四种的话,这是成人的,成人多了一种叫兰尾的农种 对吧,因为他就是单纯性的,对吧,画农性的和坏菌性的,就跟这一样 单纯性的画农性和坏菌性的,那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单纯性的兰尾炎 就是一个兰尾炎肿胀发炎了,仅此而已,所以这时候症状非常轻 非常轻,就是肚子疼,也没有其他表现,也没有固定在右下腹,对吧 而画农性就不一样了,他有明显的固定在右下腹痛,而且有右下腹的压痛反尿痛 这是画农性的特点,画农性的蓝尾炎特点,然后固定的右下腹,有压痛反尿痛 那么坏菌的串孔的蓝尾炎,他会怎么样,整个全服压痛,抚摸炎,抚摸摺针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好了,临床表现 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儿蓝尾炎的临床表现 蓝尾炎的临床表现,首先疼痛的位置在哪里,是在肚脐 大家注意,如果小孩肚脐疼,你要注意,开始疼,炎症,小孩又发热,对吧 发烧,肚子疼,一般都是疼后发烧 然后肚脐开始,然后逐渐的转到哪里,右下腹 引起一个持续的疼痛,持续再右下腹疼 所以大家要记住,两个词,转移性优下不同,和持续优下不同,都是蓝尾炎 都是可以秒杀蓝尾炎的,再加上小孩又发热 如果一旦这个小孩长眠消失,整个腹部全服有压痛,抚摸刺激针 长眠消失,全服有压痛,反尿痛,不紧张,或持续渐端的高热 这代表穿口了,我告诉你,小孩的蓝尾炎穿口率是非常高的,一开始就讲了 所以记住,腹痛,转移到哪里,转移到右下腹,你就记住 如果一个小孩看到转移性越压不疼痛,对吧,转移性越压不疼痛 然后一旦持续的越压不疼痛,转移性越压疼痛,你就想到蓝尾炎 一旦出现长眠消失,一旦出现抚摸刺激针,你就要记住,这就是穿过了 就行了,全服 好,那么我们诊断蓝尾炎有什么可口的依据呢? 一个是右下腹又压痛,压痛腹肌紧张,算了 白细胞高不高,高,但是白细胞高不高,不能诊断蓝尾炎 听到没有,它只能代表有炎症,确诊的精标准还是做鼻超,鼻超就行了,做鼻超 听好了啊,我们对于蓝尾炎的诊断这里,如果有鼻超就做鼻超 听好了啊,蓝尾炎的诊断,有鼻超做鼻超,没有鼻超做 看右下腹有没有固定的丫头,听明白没有,这是重点 白细胞会增高,发炎嘛,蓝尾炎,蓝尾炎发炎嘛,只要炎症白细胞都高 但白细胞增高,中医细胞增多,它只能提示有炎症 不能反映什么蓝尾炎的诊断,挺好啊,它可能稍微重一点,仅此而已 好,要鉴别,这么多病,与考试的时候要鉴别啊 哪些疾病呢?有长细膜淋巴结结合,对吧? 有急性胃肠炎,有过敏止电,有肺炎,还有肠筋卵,对吧? 那么长细膜淋巴结盐对于小孩来说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但是他一定会告诉你,他会有呼吸道感染室,什么意思?感冒,对吧? 然后出现又下腹疼痛,对吧? 但是他的丫头不固定,我们蓝尾炎是固定的,蓝尾炎是固定的 所以他的丫头不固定,这个要注意一下就行了,这个要注意一下就行了 那为美尼尔士病的话会有头晕,小孩会有头晕的啊 基因胃肠炎的话呢,就是他呢,这个基因胃肠炎就是有不接饮食 压痛也不固定,对吧?长命而且比较活跃啊 那么过敏子电的话一定会有皮肤粘膜子电的 肺炎会有咳嗽发烧,肺部有罗因的,对吧? 肠精卵的浮痛呢,都是间歇一过性的,间歇期是正常的 那么这几个病呢还是好鉴别的啊 好,治疗 啊,治疗 啊,治疗啊 好,我们讲小孩蓝尾炎的情况呢,我们讲还是早期做手术啊,早期做手术,因为急性的蓝尾炎啊,多是 就是,尽早做手术,如果慢性的你可以不做啊,那急性的啊,尽早做手术啊,但是如果有以下情况呢,我们可以考虑保守一下啊,可以保守一下啊,哪些情况呢,就是啊,这个,病变已经超过三天了啊,疾病已经超过三天了,对吧? 啊,然后呢,病情已经稳定了啊,啊,蓝尾周围农种已经形成了,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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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保守治疗了,就不需要做手术了啊,啊,还有个就是,啊,抚膜炎有局限了,嗯,局限的又下腹,说明,抗人素把它控制住了,对吧?比如说,安,安,安便这个,头包呀,对吧?控制住了 一旦出现了,蓝尾的周围农种,对吧?那么一般来说,有抗人素掉,啊,抗人素掉,如果能控制,就控制,如果不控制不住,大家注意,就是农种叫手术,手术的话,做的是农种的气开引流啊,不是气粗术,为什么?因为蓝尾的农种一旦包裹了,蓝尾的农种一旦包裹了啊,一旦包裹了,大家记住啊,蓝尾的农种一旦包裹了啊,听好了啊,一旦包裹了啊,听好了啊,一旦包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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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基本上啊,就是,你找不到蓝尾了,蓝尾都烂糟糟了,对吧?所以,就是抗人素治疗就行了 好,这里是重点啊,所以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啊,小孩的蓝尾炎原则上还是手术治疗啊,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早期做手术,啊,但是,如果有以下情况,可以看看能不能保住,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发病已经超过三天了,啊,病情比较稳定了 蓝尾的农种已经形成了,这时候我们就是,啊,就是抗人素掉就行了,不要,可以不手术了,可以保守,对吧? 那么,呃,这个,那有哪一抗人素呢?这些了解一下,因为考试考不到,但是呢,知道一下,就联合使用,一定要联合啊,投包,安面谢灵,清大霉素,甲座,这个还用,啊,如果啊,观察病情进展,如果病情被控制了,继续治疗就行了,如果控制不了,啊,控制不了,这个时候说明,蓝尾的农种,我们搞不定了, 这时候绝对手术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蓝尾周围农种的手术,是做什么手术,是切开引流术,啊,非切除术,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蓝尾已经烂糟糟的包在一起了,对吧?所以,切不掉,啊,只能做引流,啊,只能做引流,听到没有?只能做引流,啊,只做引流术,啊,做引流术,啊,做引流术,好,我们来看考题, 关于小儿急性蓝尾炎不正确的叙述是,啊,不正确的叙述,哪一个不正确?啊,诊断困难,并发症多,对吧?啊,婴儿,啊,婴儿到年长儿都可以发生蓝尾炎,对的?啊,哪个不正确?正确,不正确的是,死亡率高,不告诉你吗?穿孔率高,死亡率高, 婴儿到年长儿都可以发生蓝尾炎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容易跟住,啊,学龄期的儿童是这样子的,所以容易跟住,对吧?因为小孩的这个穿孔过以后啊,大网膜比较短,所以他没办法局限,对吧?没办法局限,啊,好,关于性蓝尾炎去出错误的事,还是错,注意考试就注意这个错误,啊,哪些是错误的,大家看一下, 小孩的蓝尾炎跟成人蓝尾炎不一样,成人蓝尾炎是体征特别明显的,小孩蓝尾炎体征是不明显的,对吧?病情发展快,比较重,刚刚说了,重,穿孔率高嘛,死亡率高嘛,穿孔率高,死亡率高嘛,对吧?然后要早期做手术嘛,对吧?啊,即性的都是早期做手术的啊,好,那么即性蓝尾炎容易弥漫,呃,形成弥漫性抚摩炎的人群是什么?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啊,就是儿童,小孩,因为大网膜比较短, 大网膜短够不着嘛,所以不能包裹嘛,对吧?所以大家啊,注意一下心了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来继续学习,叫先天性的胆种管囊种,啊,顾名思义先天性的就是啥?就是一生下来就有,对吧?啊,胆种管囊种,胆种管怎么样啊,形成了一个囊种,叫胆种囊种,这个病比较少,考虑比较少,对吧? 它主要是先天的胆胆管连接的地方啊,发生了异常,对吧? 陪胆期,胆种管和胰管没有正常的分离,然后呢,胆种管呢,以直角或锐角的进入胰管,对吧? 实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就容易发生,然后呢,胆道上的细胞增生也不平衡,或者病毒感染等等,都可能会导致,甚至下端的梗阻,也会导致囊种,啊,知道了,行吗? 那么,胆种呢,分形,分为胆种形,啊,膝视形,脱水形,柱状形,等等,这个不是,了解一下,行吗? 反正,胆种最终会导致肝固能损伤,肝硬化,啊,肝硬化,所以该处理还得处理,知道了,还得处理,胆着预疾的话呢,导致肝硬化,导致门脉高压,最终会导致肝道感染的一线炎都会发生,对吧? 所以,甚至癌变,这个知道一下,行了啊,营造表现,就是一个,行了啊,我觉得这里最大的考点, 也就在这里,没啥好考的,就是,浮痛,黄胆,和服务包快,等于什么,等于先天性的胆中管当中,就记住这句话,行了 还有种情况叫浮痛,浮痛,黄胆,和消瘦,大家注意啊,这三个词,这三个词等于什么,一头癌,知道吧? 这三个词等于一头癌,浮痛,黄胆,消瘦等于一头癌,明白了吧? 这个记住,诊断B超,B超就首选,B超是首选,首选就行了,B超首选 那么,XTM背参呢,可以看到,囊种会大于5公分的,可以看到,12指肠受压,甚至被移位,12指肠被压迫,移位,对吧? 逆行胆中管造影,称为ERCP,可以观察胆中管里面的病变 那么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叫筋疲胆管造影,PC,它可以了解什么呢,胆管的扩张,狭窄的程度,等等 了解性了,不是重点啊,治疗手术,确诊过以后,立即我们要做手术,行胆管内的引流,我们先做引流,为了减少并发症,对吧? 然后呢,处理完以后,我们要切除扩张的胆管,切除扩张的胆管 然后,切除过以后,我们要给它重建,所以叫囊种的切除,对吧? 以及外胆管的胆道的重建素,这个是比较容易掌握,这个疏后的反流感染的发生率比较低,所以临床呢,常用 所以常用,我们就提这一个就行了,其他都很少弄 尤其是,它的缺点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杀伤溃疡,就可能啊 就进入第一个就行了,考试也就最多考这个,其他的不会考 好,先天性的胆总管囊种有三个典型的表现,哪三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痛,黄胆和腹部包块,对吧? 就这个 好,同学们,我们继续往下 好,同学们,我们继续,那么我们看这个题目,说这个三岁的小孩 因渐渐渐的腹痛,就是一会儿疼,一会儿疼,对吧? 然后呢,黄胆渐渐渐渐的腹痛,黄胆大便便白 肝门,那就最后一句话,症状为先天的胆管当种,特别人做哪个手术? 我们说了,最常见的就是这两个,这两个,对吧?但最常见是这个,所以就这个就行了,对吧?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小儿这个,外科就讲完了,小儿外科就讲完了,小儿外科就讲完了,小儿外科的话呢,说实话,跟我们前面的,成人讲的外科差不多,就是小儿外科有几个特点,一个特有的疾病,急隐藏道疊,这个外科没有,对吧? 另外一点呢,就是小儿拦尾炎的话,和善气,注意一些小孩特殊的情况 像小孩善气的话呢,一岁以内的可以不治疗,尤其是六个月以内的,他可以自己长好,对吧?以后呢,即使做手术,做高位积扎也 也不做修补,对吧?然后呢,这个小儿的那个,蓝尾炎的话呢,穿骨率比较高,记住一些特点就行了,其他没啥,没啥,其实我在这里又过,给大家过一遍这个,外科,浦外科的东西,对吧?浦外科讲的比较细,我们这里讲的比较粗糙啊 有点短的比较高 梵翼